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朱婷 朱婷首先恭喜他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 但是有点遗憾 他就是没有拿到整个欧联杯的MVP奖杯 虽然朱婷在总得方面是第一名 但是这个MVP奖杯确实受予了他的队友 安特·罗伯娃一位接应 那么在本场比赛中 朱婷是拿到了13分 安特·罗伯娃是拿到了20分 观众本场比赛的得分 那当然安特·罗伯娃要比朱婷多 但是从整个欧联杯的一个进程来看 没有朱婷的贡献 斯坎狄奇俱乐部很难走到最后 但是最终的MVP是组委会来决定的 其实中国球迷对于朱婷没有拿到MVP奖杯 还是非常遗憾的 可能人家有人家的原因吧 也并不是歧视亚洲球员 歧视中国球员 并不是这一点 所以朱婷也没必要考虑那么多 毕竟自己也曾经拿过欧战的MVP 当年欧冠决赛的MVP 可比这个欧联杯的MVP含金量更高 对于朱婷来说 拿到冠军才是最重要的团队荣誉 要永远高于个人的荣誉 并且朱婷在今年拿的钱也不少 斯坎第七俱乐部是真舍得花钱 那么朱婷呢 其实现在最主要的目标还是 瞄准一甲联赛 欧联杯冠军已经拿到了 现在一甲联赛 已经进入到季后赛阶段 他们的最大对手就是 科内利亚诺支持球队 支持球队在常规赛时表现非常稳定 仅仅输掉一场球 就是输给斯坎第七 那么其他比赛都赢了 那么一甲联赛冠军才是 斯坎第七俱乐部最想要的 这对于朱婷和姚立来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虽然很难 但是呢 现在就看朱婷最近几场比赛的状态来说呢 斯坎第七俱乐部 如果打进最后的决赛 真的也很有可能把科内利亚诺先奔 拿到这个一甲联赛的冠军 我们希望呢 朱婷带着双冠的荣耀 重新回归到中国女排 重新回归到蔡冰领导下的中国女排 代表中国女排出征世界大赛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